大家好啊 最近一个女网红喜欢在某音上翻唱歌曲 由于这个声音甜美身材好又有才艺 收获了不俗的点击量 就是奇怪的是呢 就是在评论期也不少恶意攻击评论的 全网呢就是某些网友觉得呀 他唱歌全程呢都在就是故意的夹子音 就是说故意发这种点呀 或者说发S的音 就是这么一个评论下来吧 持续就是几年 偏偏就是点击量就是评论量啊 就是此类的这个评论呢 就是偏多 常常就是名列前茅呢 给达说多数人就是看见嘛 甚至啊就是还故意做成这种DF羞辱表情包 还在这个评论区就是最上面嘛 最上面 还有就是朋友圈就是发了个心灾乐祸 就是说一些敏感的 就是他给自己翻唱歌曲带来这个播放料嘛 嗯 还有就是网友各种无依据的造谣 这种DF羞辱私信呀 真的就是既恶毒又这个不堪若目吧 嗯 可是最近啊 这个夹子烟梗啊 还有小飞罐来了 来弄 这句就是爆火 这个夹子烟呢 也是 嗯 这个 就是拿他这个气烟说是 嗯 就是骂更新的非常难听嘛 难听 这个唱的就是真的还好 不然就是也不会有如此的这样的点击两行评论 但这个评论区呢 就是恶意去从没有就是停止过 这个除了唱歌外呢 就是他们还每个动作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就是与这个柴妹搞这个擦变擦变 就是也有对他就是穿搭说是擦变 这个博主就是方出平时自己最性感的这个穿搭呢 说是如果那样就是穿的方式相传就是平台也会被骂 这个女孩呢就是不会觉得就是冤枉 但是就是看过之后呢 就是觉得不是也很正常吗 就是离这个伤风败俗呢 就是差个十万八千里吧 但是就算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看他这个以往的视频呢 最大尺度也就穿个吊带 领子甲 这个不算太低 但是这个人类的这个恶意啊 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险恶 发生什么了呢 到底就是近期啊 有位网友讲自己的这种凄惨身世呢 就是说给了这个博主听 期待这个博主的回应啊 看起来就是祈求安慰嘛 说他自己喜欢他呀 就是单亲家庭啊 就是说高三的时候父母离异啊等等等等 有点八卦 这个博主看到后呢 就是立即的进行了回应 就是进行了这种好严的安抚 希望他呢不要难过 别因为就是自己被骂而影响到了这个情绪 就是说着也说起了就是自己原生的家庭呢 生日根本就是说不会被记得 对粉丝就是感同身受 明明自己够难过的了 还要人就是安慰他人 让人就是说心头一酸 然后那个粉丝又问这个博主是不是有抑郁症 就是说那些网友都是在记住他 想关心一下就是博的这个 就是关心一下这个博主的精神状态 有没有受到影响 这个博主也好 就是好心回复了 说就是现在好多了 自己就是学着调整心态 让粉丝啊 就是说不要担心 真是一个就是温柔的女孩子了 但是呢对方就是画风 却突然一转 让人从这个脚底啊 就是突然声寒 就是始料未及 说是就是一切的不幸呢 都是因为他S讽刺他就是传成这样 在网上丢人现眼 还拿起他的颜值就是博主来就是拉财 骂他就是网络这个D 甚至这个博主在这个生人 就是那天发视频嘛 在他这个这个嘴里面就是被诋毁 成这个客人啊 客人看的被人诋毁成 就是骂他脏 就是讽刺博主一开始呢 就是这么容易相信他 是他这个智商不高 在这个干什么 就是说自己心里清楚 就是骂他这个才艺 B 就是这个他学这个学习这个钢琴啊 会弹吉他 可以就是流利的就是说日语 早些时候还就是出过两个原创单曲 就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啊 还真就是有人对他进行过人身攻击 DF羞辱 真的是不理解 就是在一个就是双方绝对不认识的这个平台嘛 就是两个陌生人 可以如此呢 就是想不通 就是恶意啊 是一种无缘无故 就是产生伤害他人的一种欲望 这个目的呢 就是比较 就是从中获取快乐吧 这个语言 有时候这些这种恶意的就是变得扭曲 变得非常可怕 这个出口的这个字句呢 都变得就是寒光伤人 嗯 像是寒光伤人的刀子一样 谢谢大家收看吧 乱七八糟的视频 谢谢大家